實際上 黃國昌未在繫紙的這片機靈地 可以發現是現在目前這邊 已經變成了停車場 而據老姐 光是每一格的停車格的薪額 就高達2000到2500元不等 等於說黃國昌靠著這個停車場 就能賺近一個月6萬元左右 爽當停車場包租工 更不斷調升停車月租金 甚至還被提爆 停車場未向政府申請 涉嫌討漏稅 它是都市計畫內的保護區 它不能坐停車場 它會被開罰6到30萬 不用繳稅 因為它沒有去辦理營業登記證 最誇張的是這處黃國昌 號稱種菜的機靈地 在短時間內一變再變好幾遍 2009年的時候 這塊土地跟2014年的時候 並沒有一個明顯的商業化行為 2018年担任立委 他開始把一個停車場 做一個柵欄 然後那個車子可以有白線 黃國昌打輸716上凱道爭取居住正義 正義難道淪為口號了嗎 就算黃國昌回應要查水表 基本事實都搞錯 真正撩連 網友反倒無情暗酸 716是由黃國昌 機靈地開放停車大隊 加上館長輸給中國 包起來就好大隊做領隊 這些人都是既得利益者耶 你還要去改革誰 殘道波及的還有張宇慧 上凱道的鴻海窗帆人郭台銘 以及妻子座勇103戶凱旋苑 文大宿舍的侯友宜 被戲稱一個是爆發戶 另一個則是保祖公 祖公不義的事情 都能夠大家站出來的勇氣 讓民進黨向來 他是沒有資格談居住正義 可是嘴巴又要講居住正義 那對他的民調 只會有減分的效果 想上凱道搶聲亮 卻忘了真正的正義 應該從自身先做起 靜心慧謝謝林育誠 採訪報導 大賊靜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聞